星夢傳奇異傳奇新星誕生後 兩位Captain真的言出必行 立刻著手為冠軍Jasmine任凱晴創作出道歌 見到Eric彈琴 Henjin彈琴吉他進度相當神速 不知道兩位打算為Jasmine 度身訂做一首什麼歌呢 他的聲線和他的表情很容易觸動人 這不是普通的東西 這是一件很厲害的東西 因為不是很多人有 Jasmine是個年輕可愛的歌手 她應該唱年輕的歌 我們盡量製作一首適合她的年齡 和她的外表和聲域的歌 Jasmine的出道歌 不單有兩位金牌音樂監製作曲 還有著名填詞人林若寧創作歌詞 打造超有少女感的情歌 首日錄這首歌時 Jasmine雖然對著兩位大師 但也不覺得她很緊張 愛上你 殺難我 裏變空白 浪漫地 夢遊 但求自己 滿足 求聖哥的聽說是其實不太好 對 可能當有人在拍攝你拍攝得更好 聖母耳一路學回來的東西 習慣了一唱歌就有人拍你 聽說這首歌不是太傳統的廣東歌的感覺 是否有一點帶一些外國風 對 它不是平時我們會聽 大家可能會期望一些廣東歌的現代曲 但其實完全不是 是比較外國風 外國風的 那你自己會否有甚麼風格 你自己很想試 或者會否加一些元素進入這首歌 在歌中 不告訴你們 先賣個關子 Jasmine的出道作 在11月5日 《青夢傳奇異》 海外踢館賽中就會正式公開 比賽員這麼快就有出道作 Eric也說Jasmine這次真是幸運 你說你們這些學員真是幸福 特地設計了她的音域 去奏這首歌 我們custom make 我們想她的第一首歌是 又關她事又關觀眾事 大家都容易投入 所以我們反而在詞方面 是一隻十六歲的女生 一定可以體會到